嗯 槍槍三人行 碰到台湾的张大春和咱们大陆的张明凑在一起 这个局不容易 所以再聊一天 而且我就要看你们的书 咱们就聊不完 辛亥百年这一年 张明的这个书呢是摇晃的中国辛亥 这是你对当时的一个年代的意象吗 对我的感觉就是摇晃到现在还摇呢 好这个那大春兄的这个书 哎呦可是这利作了啊 这个中国地下社会总使世纪暗战江湖变迁 金庸之后最伟大的武侠小说 通通都是广告词 广告词 城邦暴力团 哎你要讲这个世纪暗战江湖变迁呢 咱们又要聊辛亥啊 我还就想起最近台湾这个说孙中山的这个孙女出了车祸 是哎 我就陡然间想起来啊 这个很多人一直很关心的问题 孙中山这个人 跟这个帮会 黑车会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我听到过几种说法啊 一种说法呢 就是说孙中山本人就跟个江湖大哥似的 就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混在一起比较仗义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孙中山确实是一个胸怀革命理想的人 但是呢 他也会跟这些人们 因为我觉得跟这些江湖大哥打交道 你也得懂他们的语言 他们的游戏规则 他加入了 是吗 他在财神山时候就加入鸿门了 是 他是红棍啊 什么叫红棍 红棍是属于第二个档次吧 一个一个就是 红棍厄棍不是吧 不是红棍 红棍不是那个红棍厄棍 这是属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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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档次 对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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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官员的 应该属于 嗯 过来一头 他其实我觉得就是利用 他革命党人 也其实在那个就是自立军期的时候 立宪党人也行就不是立审 就那个文化党人也行也利用过 是 也利用过鸿门 因为你想这个 这个第三社社会嘛 有这么一帮人站着放着 他们这帮人结傲不逊也经常闹事儿 你要想造反的时候你总的会想 你看啊 我就瞎想啊 比方说咱们知道 你像日本的山口祖 他实际有政治倾向 你看咱们一讲 他们就是什么极右翼 对吧 他有这个倾向 会不会当年的 你像这个所谓这个青红邦啊 什么鸿门 他也是有一个对国家 对什么有他的一个倾向的呢 对 你刚刚提到山口祖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日本的这个政治啊 从这个还政于天皇以后啊 也就是幕府时代结束以后 他有各种形式延续这个看起来 仍然是幕府的 比如说在商会里面的派法啊 或者说在这个这个黑社会里头的那个阶级啊 他还仍然移植着某一些形式的 的这种阶级或者是阶级社群 那中国的这个又不太一样 因为中国近代的这个 你刚刚讲青红邦 他就是两个邦 有人说这青帮是这一条线 曹邦 这个老曹邦啊 那么鸿门呢 就是就是一盘沙啊 怎么说呢 大致上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讲 从两米邦 也就是潘翁 这个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是潜吧 潘潜翁三组 以下形成的 以运米的运草粮的 这个呃 这个水手所形成的一个地下社会的系统 那么他们是有一点点宗教色彩的 嗯 所以所谓的翁前潘三组 呃这个还有点 跟佛教的世俗佛教的某一些仪式是有关的 哦 但是他们是非常清楚的 比如说我是本师啊 那么你要入这个邦 你要拜我做本师 你得有一个点传师啊 呃 很很复杂的 他有一些 而且我如果我这要能收徒弟了 那么我我就收这一条线的徒弟 那么如果我的师父不让我收了 我就不能收了 鸿门不太一样 鸿门 比如说我们哥三个啊 嗯 我们有一个海底 海底就是记载的那口诀 切黑话 啊 记载的这些规矩 对 或者是仪式 有就有那么一个海底本子啊 啊 那么我们三个人都备熟了 我们就你拉两个我拉两个 大家有点像那个互助会一样啊 还要交钱 啊 那么再拿这个钱去做点什么啊 嗯 所以他是可以一搓一搓的啊 这一落一落的自己聚起来 他没有那个那个 对 他其实他老说的非常对 我我其实我不太认为就是说 比如鸿门自己他那个故事 嗯 讲他怎么反清复明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 其实他就是一帮游民嘛 对 脱离了土地嘛 对 还互助团体 而且我看的那个 就是孙中山他们这帮革命党 去动员他们的时候 很多的红帮大佬 其实他不知道这个事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反清复明的 根本不是什么 他们的故事 那故事是后来瞎编的嘛 瞎编都是说的 你编的很离谱什么 什么又是 那他为什么 南少林呢 他为什么帮孙中山 是因为什么 仗义 他就是因为黑社会嘛 就是我们讲 他有个字 是准黑社会嘛 他本来就有反 因为是清政府 从他一开始 就从他们出现一开始 就这样他们 嗯 就好像他们说是 跟那个台湾的朱衣柜起义开始 嗯哼 嗯 红帮的萌芽 嗯 很前清帮更晚 因为 属于那个 曹运改海之后 他们才搞 因为他们失业了嘛 曹运 就是说他这个 这个是属于 就是说这个 清就是说 清政府是绝对不允许你 这么搞这么搞的 哦 但是他又镇压不了 他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传统政府 它是个小政府 是 他深入不到 到社会这个细胞里去 他镇压不了 他老镇压 他就使得什么呢 使得这些这个帮会呢 就多少带一点 反政府的这个倾向 就政府你不容他嘛 嗯 老不容他嘛 其实他倒不是想 真想推翻这个政府 是 于是呢 就有一帮人就要利用他们 就说哎呀 我给你找一个革命的传统 我告诉你 你就反经复鸣了 我呢 现在就反经复鸣来了 你干不干 对 他是把一个革命的论述 对 放在地方卸斗团体的一个架构上 嗯 而地方卸斗团体呢 又用他们的武力 甚至生命 他们的血汗 来回馈了 这个革命势力的 对 我就挺难理 为什么他们肯为就卖命呢 呃 你只要想要改变 改变你的阶级 使你不再只是一地一石的 地方卸斗团体 那么你总会有 也不管是远大的理想 或者是一个愿景啊 现在很流行的 也好 嗯 你会看到 哦 就孙中山给他勾勒出一个原点 事实上民国成立以后 对于帮会分子的驱逐和压迫 那是非常残酷 对 是吗 国民党内部 后来就 后来就过河拆桥吗 后来就是这样 后来人家 后来人家红帮成立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志工党的时候 人奉的是孙中山的叛徒 陈九明当头 是 就他就实际上特恨他们 你看那个中共建国以后 那个那个司徒美堂他们 本来他们是想说 咱们就是括号中华民国吧 嗯 中华民国括号中华民国 司徒美堂死活不肯 说这哪行啊 这要必须跟他一刀两断 就恨死他们了 他们基本上我们那个 我我老师采访过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1岁 曾俊明来 你说 演了一帮王 是谁呢 就是志工党的 志工党的头 哦 叫司徒美堂 就是志工 志工堂就是红帮 是 志工堂变成 变成那个党派 就是今天的叫志工党 对 今天的志工党 前身 前身就是鸿门 鸿门 怪不得那天我碰见个志工党的一个小姐 一个小妹 喝酒的时候跟我说 说我是鸿门小妹 她真是鸿门 鸿门的门类很多 鸿门不是一个门 青帮是一个帮 从老曹帮或者是两米帮延伸下来的 那么这个鸿门 它有你看铁刀会 铁齿会 边前会 红枪会 刨戈会 割老会 天地会 这些 他明目太多了 大概你可以数到几十个 恐怕都还不止 他只要有一群人组织起来 而且用的是类似或者是相同的海底 他就可以 但他有一个最高领袖吗 没有 而且有趣的是 印海底还可以发财 也就是说我开一个小出版社 那时候当然没有出版社 就是我鸠资 印这个东西 你两毛钱 几分钱 那么拿到了这个 就起码他有了一个等于是生产工具一样 为什么 我只要会了这里头的切口 会了里头的仪式 会了里头这些造型 我就可以组织人了 自己就能拉帮结伙 当然 当时我就感觉到当时的气氛彼此之间 咱们后来我们学的历史是被修饰过的 对吧 后来我看到有一本书就讲 你们刚才讲陈其美 是 陈其美当年 青帮头子 就是辛亥革命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很多种说不清的势力 很杂 也有汇到门这种汇众 也有一些哪来的散兵游泳 就这么打 打走了清朝的衙门之后 互相间还争呢 那个时候说蒋介石说是在日本上上什么军校 回来参加革命 回来参加革命说是 当时说有个陶成章吗 对 是说陶成章 也是被暗杀的 被暗杀 说当时陶成章是怎么被暗杀 在这个会上就革命算是成功了 大家开始说谁当什么官 谁当什么官 就会上能打到拔枪相向 当时陶成章是感觉到当时这个气氛 当时他就要在会上就要出人命 你想这是什么黑社会讲述的这种气氛 跑了 跑了躲在医院里 最后还是给陈其美派人跑到医院一枪打死他 就讲述是感觉 然后我还问你 就说是不是今天就说开枪的这个人是蒋介石 不是 开枪不是 他办的事 反正是他办的 他脱不了干系 因为陈其美和中国近代的许多的暗杀事件都有关系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恐怕连宋教人都杀杀的 过去过去都说是这个袁世凯 因为袁世凯是当时所有人都讨厌的 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大概只有极少数的这个北洋的这个系统的人 还对袁世凯抱以希望 当然原先对袁世凯希望的人很多了 包括梁启超这些人都都是如此 可是当杀掉宋教人 使得这个袁世凯能够背上更大的骂名 这件事情是经过非常缜密的算计的 陈其美设计了这个暗杀在民国二年 也就是1913年 而且后来透过当时执行任务的人 一个姓武的我记得 吴世英 吴世英 还有一个应成奎 这几个人 只要是跟着案子设计有关 到后来都死了 死到牢里的 也是相继被暗杀 怎么推测到最后发现最合理的 或者最根据当时的口供 他们所有的人共同有关系的人 就是陈其美 就说当年实际上 他们当年那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陈其美实际上在上海 现代革命的时候势力很小 就势力大的是 一个是陶成章 一个是李平初 他们那帮人 就是这帮人 因为他实际上他上海是光复商团干的 就是商团 就是那个商会的那个武装 那时候很有意思 清朝时候呢 商会都有武装 不过武汉口也有商会 也是一万多人呢 有枪 有武装的 所以呢 实际上那个陈其美 是没多少私利的 但陈其美的人比较霸道 他不是攻打那个 他不是攻打那个 传说的故事很好玩 他攻打那个 那个制造局嘛 攻打制造局 其实他是没有号召力的 他愣往里冲 冲一些就把人就会逮住了 后面没跟着他 最后人把工作造局攻下来以后 把他救出来以后呢 他说我工作最大 然后他带了一帮 我一帮人就属于那帮 就是帮会的人 帮会的人 就把枪拿出来 别人就没有准备 结果这都督就拿到了 后来李平叔很生气 就跑到他们那个松户去 他我就认了一个都督 这个陈成章就是 我躲了 我要回浙江 其实他陈其美是浙江人嘛 他是湖州人嘛 他特想是当浙江这个都督 于是就把谁给杀了 他说你想回去当都督 我这事我就应该是该 就把陈成章给 给给给给给给撤了 所以他实际上说 陈其美呢 的确是石中山的 就是忠实信徒 这个没问题 就说其实大多数人 浙江人呢 其实不喜欢石中山 包括蔡元培 包括张太炎 他们都是闹翻了都 因为他是官户会的底子嘛 他不喜欢石中山 他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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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锡林啊 是是 他们都不太喜欢 所以后来进步党之所以成立 也是为了要和国民党分情 抗议是啊 他实际上 但是那唯一的 浙江人最喜好 孙中山的就是陈其美 你还没说了 我就说啊 这个历史就是胜利者写的啊 我还听到过这么一种观点 就是说 当时就是群龙无首 很多谷啊 其实这不是个统一系统下 到处起事 到处起事呢 但是最后怎么就感觉 都服孙中山了呢 说是实际上 比如说像你刚才讲的 这个光复会啊 徐锡林 他们这也是一个系统 这个但是为什么到最后 变成是孙中山 这个大战局了 这个过程很复杂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其实说那时候 那时候有人推黄兴啊 有人推刘彦宏的 都找不到一个头出来推 因为刘彦宏是临时抓出来的 就大家都说 你你你 虽然是手艺手艺功臣 这是抓出来的 从床底是揪出来的 但是黄兴呢 你出来以后 你因为打胜仗 你能把汉图给丢了 就说这没法弄 实际上呢 而且各个地呢 实际上你尤其是 各地实际上他们 他们起义呢 都是这些利先派 他们当的家 革命党人 其实没多少势力 但是他们又闹的是革命 革命呢 革命你只要找一个智力比较老的人嘛 所以开始在议论说到底选谁的时候 这是一塌糊涂 这时候孙生来了 那你干脆选他吧 这个跟黄兴的角色也有关系 因为黄兴可以这样说 如果我说的不夸张的话 功成而扶居 就他 当他可以当家的时候 他永远退在第二位 退在第二位 他是要推孙中山 有得 但是为什么这个 我也挺难理解孙中山 他老在外头筹款的 干什么的 怎么这人一回来 好像这个各界大哥 不 他孙中山他们说 孙山据那个 据张志昭说 他有这么个特点 什么呢 就是说你平直 你但是大家都不服他 但是一开会一说话 说来说去 大家都都信他了 也是会员讲师 说出了门 都后悔 说怎么我就 我就信他了呢 怎么就信他了呢 历史上还有一个人物 也是这样的人 韩信 韩信 你看韩信整个的这个经历 在早年 他是没有 你说他是韩国的 就是在六国时代的一个贵公子吧 怎么样落魄吧 先不说 他从小他没有 没有太多的教养的 他背后一个人 不断的公输他所有的资料 那就是萧和 萧和也就 等于是发掘他 或是把他的人 萧和月下追韩信这个故事 我们现在都被追韩信这一节 给给淹掉了 事实上韩信是一个 极好的煽动家 煽动 演说家 所以为什么他能够聚集士族 因为他会说 从事到他手里头 到他嘴里头 他一说人就来了 所以当刘邦问他说 你能降多少兵 他说谁能降多少兵 谁能降多少兵 我呢 是多多益善 当然刘邦就不高兴了 如果这个段子后边有意思 刘邦就那我呢 韩信就说 我能够降兵 可是你能够降降 你能够率领 这个元帅级的人物 这么一下刘邦就不防他了 当时 所以你从这一个故事的后半段就知道 韩信是一个会说的 会说服人的 会煽动的 宋文先生也是这个特色 他就来讲 这嘴太重要 这嘴是厉害 也是明星 大家都后悔 本来揣着心肠 跟那些辩论的 没事 说就服他了 那出来以后 我怎么就这样了呢 后悔 呼又有功夫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看中国历史上 像魏晋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越旦 就是平点人物风范的这么一个传统 你要按这个标准看 民国的或者辛亥的那个时候 这个奇人辈出 非常好看的一个四个人物 好玩 他就是这个人的 就是逐渐的发散 就清朝的高压 然后高压就没有了 人就开始赞扬个性 什么都出来了 四个人物他就好玩 好玩 不是 我还得讲女人 讲个女人 好 讲个女人 辛亥革命时候有一个奇景 咱们过去咱们讲说 战争让女人离开 走开 不对 那时候呢 这个不是南方 都革命了吗 都独立了吗 说到北伐 打人海北伐 北伐呢 这个男人不够 男人不行 他要组织女子北伐团 各省广东 浙江 上海都搞女子北伐团 女子北伐团 找一帮人了 给他披挂 披挂 全是长短枪 然后呢 挂炸弹 那时候炸弹 可 清军特害怕这玩 因为你说 那时候炸弹不过关啊 嗯 就不像在手战的时候 挂 后来就是你的手挂 这儿扔一堆 那是保险啊 那时候不保险 所以清军没有配备这玩 他不清楚这怎么玩啊 所以每个人挂两个 照片 报纸上发出去 发出去 然后呢 就吓唬 吓唬清军 你看我们女人都出发了 结果好 女人等北伐队等集合以后 本来是说是让他们打仗的 结果人人谈恋爱了 全部都谈恋爱了 极好玩 人家里头有一些 有一些人是长得丑一点 比如像唐居英 就是湖南的唐居英 这个人是比较凶汉 一直都是长得一般 长得一般比较凶汉 孙小仁开那个国民党成员大会时候 在会上大嘴巴 一个 谁打谁 唐居英啊 这个女人啊 女人打宋教育 北伐队队长啊 你为什么打孙小仁啊 你把男女平权的条给删了 上去就大嘴巴 大嘴巴 二十二十二十一 孙伦珊差点没打了 孙伦珊躲得很快 像是帅哥 可能不太流行 呱一大嘴巴 但是那个 那有几个 有两个美女 有一个沈沛珍 一个是沈景茵 沈景茵嫁皇甫了 是后来那个 皇英白 对皇英白 嫁皇甫了 这沈沛珍呢 哇 这个风流运势不断啊 一直 这风流运势从那个北伐开始 从新爱革命开始 一直到不革命 他反革命了 后来他 他变成袁志凯的那个 就是那个女臣了 女官 女官了 哎呀 这个厉害 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以后 你们应该打出照片来看看 非常漂亮吗 漂亮 他跟沈中军就差不多了 就是就是董中军就差不多了 就是你才有点现代这个女性这种 这种 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就奇人辈出呢 而且你看性情敢死 就是敢就是敢想敢干呢 没错 首先有一个大的范围啊 我们可能要理解 就是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啊 整体来说中国的人口成长了七倍 哦 这个大量的人口 从太平天国以后 就就就就就一路就增加 当然他也有相对的问题 因为可耕地面积 他从清末到民初 只增加了百分之十 哦 所以这里才就是 很重要的问题